以下视频可能还有引人不适的内容,请谨慎选择观看 这是我目前看过最令人不安的系列视频之一 内容非常抽象,怪诞且极端 该系列被称为杀人犯的画作,也叫疯子的艺术 一个连环杀手在将受害者残忍杀害后 用画笔记录下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目前已有17人遇害 受害者不仅有普通人和侦探 甚至连警方都惨遭毒手 请注意,接下来的内容污染程度非常强 建议叫上好友一同观看 第一件录像叫灯塔,发布于2022年12月27号 时长两分半,一名叫比尔的警探和他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失踪了 警方在比尔家中发现了一张诡异的自画像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比尔其中一个两个月大的女儿被...在阁楼里 其他人则不知所踪 直到12天后,比尔一家的车在海边被发现 车内有另外一幅奇怪的画,标题为场景天使 警方判断出这正是比尔家里另一个女儿的画像 在离车辆几英里外的废弃灯塔里 他们又发现了一幅不知名的画,警方进入现场后 发现了另一起失踪案的失踪少女丹尼尔的残缺遗体 他们彻查了灯塔,出现了一条隐蔽的隧道 隧道内发现了比尔妻子詹尼弗和他女儿丽莎的遗体 最后,警方还发现了一个装满了...骨头的大木桶 经DNA检测,这正是比尔警探一家人的遗体 检测后发现,里面还有大量... 也就是说,嫌疑人士先将他们迷人后再绑架了他们 木桶的周围散落着比尔一家的画像 其中还有一张开头在比尔家发现的自画像 不管他是谁,他似乎不惧怕露出自己的脸 这或许就是他的挑衅 第二卷录像标题为面孔 发布于2022年11月3号 视频开始于一个废弃的仓库 里面发现了三幅怪异的画 每一幅都是以最近的谋杀案来命名 第一位受害者叫卡拉格雷 他被刺了36刀,脸上全是伤口 他的牙齿全被拔掉了 另外两位受害者分别是格雷和詹姆斯 他们都被以特别残忍的方式夺走了生命 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新的画作又被人发现 而这次出现的画作近高达14幅 经排查 这些画和当时警局中的任何案件都没有联系 也就是说 这些受害者都还没被发现 警方公布了这些画像 希望能得到线索 凶手也没闲着 他甚至往警局寄了一幅自画像 第三卷录像名为壁内 发布于2023年1月9日 科里和玛格丽特在10天前失踪了 他们的部分遗体在5天后 被发现于一个废弃的造成场内 遗体的状态非常甚人 凶手将玛格丽特的上半身 和科里的下半身缝合在了一起 他们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未被找到 玛格丽特的脖子和下巴的几个地方断裂了 一块写着肉字的砖头 被暴力地塞进了他的喉咙 科里的也被强行切除了 据调查 在他们失踪的前一周 科里和他的朋友打赌 要在老虎湖附近的一个偏僻小屋里 待上一个小时 科里带着相机独自进入了小屋 可四分钟后他就逃了出来 并惊恐地说他看到了一张脸 在调查小屋时 警方发现了一个衣柜 里面连接着一个非常小的密室 在密室内发现了科里的相机 里面大部分照片拍摄的是地板 但最后一张却清晰地拍到了凶手的脸 警方提供了一个热线 希望有人能提供关于这个凶手的信息 可打过去时却发现这个号码已经停机 第四卷录像叫《线索》 发布于2023年1月27日 警方请了私家侦探肖恩帮忙追踪 与画作有关的受害者 受害人汤姆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里 被做成蜡人窒息而死 他的两只胳膊和眼皮都被切掉了 警方还发现了一条 不知道属于谁的第三只手臂 手臂和汤姆一起被蜡疯了起来 现场还发现了一幅画 而肖恩在找到了汤姆的遗体后便失踪了 当警方到达时 发现肖恩的狗被人严重殴打过 两条腿都断了 尽管已经严重脱水 却奇迹般还活着 从卧室到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条血迹 门框上的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一个用写写下的数字2 这似乎是肖恩故意留下的线索 在肖恩的卧室内还发现了一幅画 标题为管子里的男人 这明显就是肖恩的样子 凶手是从地下室进入的 监控摄像头在被破坏前拍到的凶手的影像 这张脸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穿着另一个人的皮囊 这也可能是肖恩在门上洗2的原因 这是不是在暗示凶手很可能有两副面孔 截至目前为止 受害者已高达17人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在下一卷中将出现更加恐怖的画作 凶手的手段会更加惨无人道 在此期间 请务必小心你身边性格大变的人